看看新闻网 有记者在北京某楼盘外 找到了四人定制剧组的行踪 除了打演冯小刚和主演葛优百百合之外 宋丹丹也意外地出现在了记者的镜头之中 据了解宋丹丹这回将在剧中 出演一个戏份不少的角色 其实早在5月初 宋丹丹将参演四人定制的消息 就已经在圈中传开了 5月8号在电视剧老米家的婚事的发布会上 就曾有记者向宋丹丹求证此事 当时在记者的连续逼问下 轻直口快的宋丹丹就已经承认 确实收到了邀约 说您今年有两个大电影 就是唐朗刚还有张艺萌导演 或者新电影 张艺萌还找我了呢 李岸找不找我到底 说小刚导演找谁 小刚导演找我了吗 我也不知道 他们让不让 不知道啊 因为没拍 反正现在 您是还没有拍 对对还没拍 学色不能 我不知道我也没问 不知道他们让不让透露 除了宋丹丹之外 当天记者在台湾现场 还看到了长发飘飘的白百合 以及身穿黑色礼服的葛优 看到葛大爷这一身造型 记者不禁想问 莫非这回在私人定制里 葛优和宋丹丹演的还是一对 根据这位记者拍摄的视频来看 当天私人定制剧组拍摄的一场戏 剧情并不复杂 葛优全程为宋丹丹打着伞 而白百合则负责在一旁 向两人微笑鞠躬 看上去服务态度十分到位 女的心理力点击报道